把椰汁喝完就把这个椰壳扔掉了 其实里面的果肉还可以做成椰子油和椰蓉 看见椰子上面的这个小孔吗 它是专门长来给你插吸管的 开椰子壳的话 我们就需要借助大地的力量 力气小的女孩子就可以用这个办法 椰子油可以用来做吐司做蛋糕 任何你希望它带有椰香味的小甜品都可以放椰子油 削掉黑膜 再把椰子肉切一下 切成这种小方块 放到破壁机里打碎 用纱布包住 用力把椰浆全都挤出来 剩下的就是椰蓉了 把它们粘散 平铺在烤盘里 150度烘烤30分钟就好了 剩下的椰浆放进锅里大火煮开 煮到10分钟之后 就会有沉淀物出现 边煮边搅拌防止糊锅 大概30分钟后 水分逐渐沾上就能看到椰子油了 把渣子捞出来 煮到锅里不再冒泡时 水分就完全煮干了 剩下的椰子油放凉过滤一下就好了 椰子油还有保湿护肤 修复受损头发的作用 不过那得冷炸椰子油 我们下个视频来做